好 主播跟老闆关系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那么由于近期这个26号的时候呢 这个中国的上海的乌鲁木齐路是聚集了大批民众 就是来发起的这所谓的白纸革命 也就是因为呢认为说中国的这个封控的作为 其实对于人民是非常的不好的 而针对这件事情呢 其实今天早上的民进党立委也找来了王丹 来进行记者会等相关的声援以及说明 而针对近期这也是一连串的白纸革命的抗争活动 到底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有没有造成行程一定上的警讯或者是危险呢 王丹稍早也做出了最新回应 先来听一下王丹怎么说 北京当局目前还没有正式出面来表态 显然周南淮已经连续开了48个小时的会 还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 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中共最高层 对于人民的抗争有点不知所措 甚至有可能出现了意见分歧 但是我的评估是接下来 如果这个抗争继续在中国广泛展开的话 那么我相信中共当局还是会用更强硬的武力 去进行暴力镇压的 因此我才说来自外界的这种关心 来自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压力 对于保护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至于说习近平他可以说出局不力 他第三任就遇到这样的大的问题 那么这次抗争我觉得就是对习近平第三任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示 代表着他未来的这五年 其实将会遇到层出不迭的挑战 我坚决的相信这次挑战还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他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中国经济形势继续下滑 青年失业率大幅度的上升 这些东西包括清零到底要怎么收藏 他未来这五年绝对不会好过 今天民进党立委是召集了这个所有人 就是希望能跨海深渊白纸革命的 这些抗争的人 也希望中国政府能尽速调整这个风控 作为还取人民自由 更几乎所有的这个暴力逮捕的这个动作 其实都是非常不必要的 更透过这一次的记者会议 要向外界声明说 这一次因为这个乌鲁木齐 导致风控作为所罹难的这些受难者 也希望能用这个动作来跨海深远他们 那么以上就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再把先进头交还给宽敏主国 再把先进头交还给宽敏主义